首先要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這些研究關於SARS-CoV-2跟COVID-19的研究 那大家可能如果有到過Cambridge 有到過Harvard校園的話 大概有看過 大概知道這個銅像是什麼吧 那就是說自從這個Harvard大學的校長 他也感染了這個COVID-19之後呢 這銅像就一直戴上了口罩 希望有一天的話這個口罩可以拿下來 那在我們醫院裡面的話 那因為我是在一個就是 慢性病的老人 就是Long-Term Care Facility 基本上我們現在大概有 將近100多人感染 那因為都是 一些比較vonervable的 年紀比較大的人 所以死亡率其實蠻高的 大概35到40% 那所以對我們醫院來說 其實負擔也是蠻大的 就是疲於分明 那今天的話呢 我主要的話的切入點跟 前面兩位演講者 不太一樣 雖然說是 同樣也是去探討就是說 SARS-CoV-2這個virus的突變 跟這個Human Genetic Variation 人類遺傳變異 對於這個病毒感染的影響 但是我主要focus的點會在於說 當我們在發展一個 virus或者是發展藥物的時候 那如果有這些virus的突變 跟Genetic Variation 那我們只要應用這些 information 來讓我們在 Developing machine 或者是藥物的時候 能夠考慮到這些因素 那剛剛就是說 那個 林博士跟 莊副所長他們都有提到 SARS-CoV-2的 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在這邊的話 就稍微跟大家 讓大家 regret 一下這個 它的記憶 就是說這個SARS-CoV-2的 Genome的那個architecture 那基本上的話 這個SARS-CoV-2的話 它是一個RNA的一個virus 那基本上它長度的話 大概就是 3萬個 Best Pair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3萬個Best Pair裡面大概 可以Coding 大概將近有11個到12個 Open Reading Frame 然後 他們Coding大概將近25個virus的protein 那在這些就是Open Reading Frame跟protein裡面的話 這個Open Reading Frame 1a and 1b的話 主要功能 是用來作為一個virus的 那個transcretion跟replication的一個方式 所以基本上 這是encoding到replicate的polyprotein 1ab 那另外 幾個比較重要的porting 我們待會會 就是 提到很多的 是包括它的這幾個structural porting 包括就是說它的spike porting 就是在這個病毒表面上的spike porting 然後這個membrane的protein 跟它的那個envelope porting 還有一個nuclear capsule的protein Nuclear capsule porting的主要功能的話呢 是 去獲得住這個RNA的genome 其他的這個xmn protein的話呢 其實是形成這個virus的這個 capsule就是virus的這個外殼 那這個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sprotein的話主要是 這個病毒 攻擊那個人類上皮細胞 主要的一個接觸點 那基本上這個sprotein的話 它會跟人類上皮細胞的這個 andretension converting andide2的一個receptor 做一個結合 那這個sprotein的話 它的這個 3D的立體結構大概是長的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的話這個sprotein在病毒表面上的話 它存在的是一個 trimeric的一個structure 就是說三個sprotein 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functional的一個unit 那這個上面的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這個sprotein跟這個ace2 就是human cell的ace2 receptor結合的一個 的一個地方 那下面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接在那個病毒的那個病毒的表面的那個膜上面 那如果你轉一個方向就是說從ace2 receptor的方向去看下去的話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說 這個sprotein裡面它有一個特定的位置叫做rbd receptor binding protein 那這個位置的話主要就是用來跟 這個ace2 protein結合在一起 那待會我們會提到為什麼要 要給大家看這些結構 那另外提到的話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這個 sprotein它的一個 三維的一個結構 那從它的這個rna sequence的結構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大致分成幾個domain 那就是說在前面的位置 比如說1到687個位置的話是所謂的s1subunit 那在右上方這邊的話可以給大家看就是說 它的s1subunit是長得這樣子 那基本上在s1subunit裡面有一個叫做rbd 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過這個地方就是跟ace2結合在一起的那個地方 那基本上的話那個位置是 在suscov2的話是從319到687個 那個amino acid的那個 位置 那基本上的話它的另外一個部分的結構就是說s2subunit 那s2subunit的話基本上是在s1的下方 那就是接在 這個病毒的顆粒的本體上面 那從這兩個圖來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sars的那個virus跟suscov2的 這個virus其實是非常的 結構上面是非常的 接近的 那這部分的話很多研究上面也提到了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suscov2的這個s14 它跟ace2結合的能力相對的是比sarscov 就是sarsvirus的結合能力要來的強 那這個有可能是一個原因就是說為什麼那個 這個suscov2它感染的能力其實是相對來講 傳染的能力是比較強的 那同時這個告訴我們就是說這個s protein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病毒顆粒上面的一個蛋白 基本上的話對我們在發展一些那個bacina 或者這個neutralized antibody的話 基本上都會多是在這個s protein上面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我們去比對這個s protein 的序列 在250個這個coronavirus上面 就是說這250個coronavirus基本上我們認為它s protein的結構 應該會非常的相似 那從這個圖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位置的話主要就是resetal bind domain的那個位置 就是s1s protein上面的那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位置上面的話 其實它的相似的程度其實 沒有很高 就是說大概在61個percent 左右 那所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相似程度也不算太低 但是也不算太高 那所以說早期 用來 就是說發展疫苗或發展那個治療方法 或其他的virus 如果是target在這個s protein上面的話 其實可以嘗試用在這個sarscov2的virus上面 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那很多這方面的repurposing 也可能沒有用 因為它的其實相似程度並沒有我們想像從來的那麼高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跟大家提到一下 就是說這個sarscov2它是怎麼樣攻擊人類細胞 然後怎麼樣進入體內 那基本上剛剛跟大家提到過 就是說在這個病毒克力外面的這個s protein 基本上的話它會跟這個ACE2 receptor做結合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個人類上底細胞 尤其是這個 上下呼吸道的這個細胞表面上面的話 有另外一個 Proting叫做這個 Type 2 Transmember Sarine Protein S TMPRSS2 那這個Proting的話已經被發現 就是說 它是可以促進這個 激活S protein 所以更讓這個sarscov2的這個virus 更容易這個 跟人類上底細胞結合 然後進入體內 那當然就是說 目前為止的話 是TMPRSS2 是發現是其中一個這個 ProtingS有這個功能 那但是就是說有很多研究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預期的話就是說 在人類細胞表面上面 扮演相同功能 Like TMPRSS2的 這樣子的功能的Proting 應該是會有不少 所以那些Proting的話 應該也可以用來作為 就是治療 這個covid-19的一個治療 就是的方法 那當這個virus跟ACE2 做結合的時候呢 它這個病毒的membrane 跟human 就是這個host cell的membrane的話 它會fuse在一起 就融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病毒的話 就會進入這個細胞體內 病毒細胞 進入細胞體內了之後呢 它會先進行這個polypactide的一個合成 那polypactide的合成的話 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為它會引爆了在這個 所謂的病毒RNA的那個 transcript跟replicate的一個 這個過程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病毒的RNA的話 它會進行這個replication跟synthesize合成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 藉由這個RNA-dependent的RNA-promemores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說 structural protein 剛提到的s-protein m-protein跟 那個e-protein 然後進行合成 然後最後再把這些RNA跟這幾個protein 整個結合 assemble在一起 變成一顆病毒的可以 然後釋放出體外 那在這個整個步驟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我們 就是有一些 chemical compound 或者是small molecule 或者是gene therapy 然後來抑制這些 就是說病毒這個核成RNA 等等的這些過程 那這些都可以當作是一個治療 這個COVID-19的一些 potential的一個治療的方法 像是大家可能知道這個 ramealdecibo from Gilead的這個藥物 那就是臨床三期的結果 其實今天早上 已經就是 已經 結果已經有透露出來 那他們發現就是說 其實治療效果還蠻好的 基本上的話就是說 他其實減少死亡 減少這個 致死率大概從11%降到8% 另外的話就是說 減少這個virus嚴重的這個住院的 hospitalization的period 從15天 降低到 就是 大概11天左右 那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很 振奮人心的一個消息 因為畢竟 到目前為止的話 很多臨床事業其實都是失敗的 那當然就是說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 Pandedecimer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藥物正在發展 然後本身也在發展 那所以looking for the future 其實 我個人是還蠻pardiness的 那當然就是說為什麼要提到這個virus攻擊 這個human cell 或host cell的整個過程 那是因為就是說 主要跟今天的那個tubby很快 那今天tubby的話我主要就是focus在 兩個部分 一個是soscov2virus的mutations 那基本上我們怎麼樣 就是說從那個mutations裡面去看 它會不會影響到這個 蛋白的 三維結構 然後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在 發展這個massine跟sir 3D的 的過程當中會不會影響到它的 efficacy 另外的話就是剛剛那個 莊副所長也提到就是說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是another side of a coin 基本上就是說 就算我們可以很有效的這個 抑制virus的 replication 但是如果有一些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可以stumulate virus into human body的話 那基本上的話 就是我們必須要找另外一個方法 去就是說 把這個所謂的 mutations 所造成的結果把它 就是 rescute掉 基本上的話我會提到幾個study 包括ACE2的study 跟幾個 基隆外的手心的study 然後他們就是 去看就是說 human genetic variation 跟virus 陰性之間的相關性 那首先的話 就是說 提到我們的 sirpity的approach 基本上 這個virus感染的話 呢 目前的話大概我們可以把 這個sirpity approach 增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的話就是說 直接攻擊這個virus 就是把virus本身當作一個parget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跟 immuncial relevant的 一些parget 那直接在這個directory antiviral的parget裡面的話包括就是說neutralized antibody 比如說就是合成這個antibody 去 interference 這個s-protein跟ACE2之間的parget 那當然就是說s-protein是一個parget 那可能 其他的 這個在病毒顆粒表面上的其他的蛋白比如說m蛋白跟m蛋白也有可能 是一個parget或者是做一個 combination therapy 把s-and-e 就是 combine在一起 發展 不同的antibody 都可以parget s-and-e 不同 三個不同的 另外一個提到的話 就是說 R&I的gene 那個therapy 或者是small molecule的therapy 那這兩個部分的話主要就是說 去攻擊 那些virus跟host的interaction 那剛剛 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virus怎麼進到 那個細胞 hose的細胞體內 然後進行復製的過程當中有幾個不同的階段 那些階段的話就是 所謂的virus跟hose之間 基因之間的interaction 那那些的話就是我們都可以嘗試去找一些 那關於就是說跟immuncial relevant mediated target有關的 部分的話 就是說大家知道就是說 South COVID-2有一些 比較嚴重的sync 比如說是synocastone之類的 那所以有一些跟那個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的一些kindle trial 也陸陸續續的出來 比如說anti-iL6的那個 的一個 那個 treatment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可以用 比如說那個 TCL mediator的CLP 比如說是CARTY或者是PCRT 那目前這幾個方法的話 我們都有在synocastone之類的公司發展 那今天跟大家提到的話 主要就是neutralized anti-body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相對來講跟其他部分是 做起來 相對上面比較 容易比較快可以去找到這個neutralized anti-body 那我們就是 Approach的話 大概就是可以很簡單 簡單的跟大家 就是說明一下 基本上的話我們是蒐集這個 Human B-cell Pollutal的話 就是採取在那些COVID-19 confirmed 跟Recover的 可以使用上面 那基本上的話我們當然去找 就是說那個 Patient有比較高的 IgV positive 的synocastone 在synocastone裡面去找 然後這個 這個plot分起來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enrichment 去把這個 Memorial detail上面的IgV positive Synocastone的IgV positive 這個 detail找出來 然後接著的話我們去synocastone Synocastone的virus 然後這個synocastone去找到 就是說這個Memorial detail的話 可以finding在這個Synocastone上面 的這些B-cell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做Memorial detail 就是這個B-cell 我們做了Ting-ofill sequence 跟B-cell receptor 所以這個Synocastone去 然後去identify 那個Hopcron 這個B-cell 然後進入這個Nimorial detail 去拿去Nicentify 那個Hopcron 就是說他會 發生這個Memorial Pantabody 去Memorial 然後用他那個 Pon裡面的 Nicentity Ginnership Pantabody Pantabody 那當然 他在這一個Memorial Pantabody 就是這個Memorial Pantabody 包括包括他的 Pantabody 在 HIMHID的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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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白煞的就是專業方面 sapphire again pagnale pagnale 我刚刚有说中国大声音吗 没听到哦 大家听着大声音吗 听着大声音 因为很多人说听不到声音所以我不知道 现场 slide方面全部缺掉 然后好像youtube上面是听不到声音 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很抱歉 这可能chemical issue可能 事后再想办法解决 但是现场应该听得到 现场听得到 你现在那个画面又超出 就是投影片超出的画面 需要继续吗 继续可以继续 请问一下现场听得到声音吗 现场听得到声音 现场跟youtube都听得到声音 OK好 那我就继续了 因为现场听得到声音 那在youtube上面就很抱歉 那基本上的话就是说 呃 刚刚那个林博士也提到就是说这个Sauce Covid virus 目前突变的情况 那呃 这个的话是 呃 在左边的话是他的一个呃 演化图 基本上这个用的是呃 呃 一个不同的方法 去做的是个演化图 那基本上的话 呃 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将近一万两千个 那个病毒株 从一万两千个病人 呃 在世界各地分布上面 呃 这些啊 呃 病毒的sequence 呃 呃 那个地方就是从武汉那边啊 当作他的一个reference 然后从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去把其他地方的virus 跟这个武汉的这个第一个啊 病毒株去做比对 然后 create mutation 再从mutation的话 去估算他的演化的过程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 啊 不同颜色的话是代表不同的国家 那比如说 这个purple 啊 的话是east ancient 那包括就是说 呃 中国 啊 台湾 新加坡 香港 日本跟韩国 那 这个蓝色的部分的话呢 是其他的亚洲国家 那比如说是 啊 印度 啊 印尼 南亚那些国家 还有包括就是说 这个澳大利亚跟那个 啊 Russian 或者是那个 以前 那个中亚那部分的国家 都都放在这个蓝色的部分 那红色部分的话呢 是美国跟就是 是北美洲 包括美国跟加拿大 啊 那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 啊 大家可以看到说说 在斯亚图的啊 啊 这个的 病毒的那个 在那个 啊 研化素上面的分布 跟在纽约的 研化素上面的分布 是啊 截然不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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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有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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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you like 啊 遥向 啊 佯 啊 那 d 呃 啊 啊 所以他就秀了这个图。 那基本上的话就是说, 他的那个, 这个, 那个CT的这个score越低的话, 他的病毒的loading就越高。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感染后的一直到第八个小时,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是说在这个是一个病人身上, 但是如果你看到第24小时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 病人第10号病人跟第11号病人的话, 他其实是有相当高的viral loading, compared to其他两组病人。 那在这组病人就是以这个绿色橘色颜色的话, 就是ID number 2,8, 那基本上他们的viral loading是比较低的。 那从这个11个病人的演化图符, 推诿去看的话, 就发现就是说这个ID2跟ID8的话, 它主要是以open reading frame, A4S这个位置, 突变的一个cluster为主。 那所以从这个研究上面, 当然建议, 当然可以suggest, 就是说这个SARS-CoV-2 virus mutation, 可能会跟infection ability有关, 但是因为这个研究的样本, 第一个数目太少, 那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到底是哪一个viral mutation, 会跟infection的ability有关,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的样本数越多的话, 那当然可以in the future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那当然这个病毒的突变, 里面有很多病毒的突变, 但是不是说病毒的突变都是有意义的, 那在这里的话, 列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病毒突变, 是所谓的non-sanonymous mutation, 就是说它会改变那个氨激酸的组成, 那或者是说它是一个insertion deletion, 比如说它造成这个protein truncadic, 等等的话就把它列在这里,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主要看的话, 就是说SMEN这四个structural protein, 那尤其是focus在S protein上面, 那在这里列出来的话, 就是说它的蛋白的大小, 那像S protein的话, 大概就是1273个amino acid,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protein的话, 它的蛋白的长度其实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们可以expect, 就是说它的长度越长的时候, 当然它random的, 它造成mutation的机率就会越高, by chance, 那当然就是说这不是一定的定论, 因为我们等于还要看就是说, 它到底那个amino acid的region 是不是conservative, 然后它的那个ADCG的分布是什么, 但是就是说, 以一般来论的话, suppose应该是这种情况, 那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 在S protein里面1273个氨基酸的位置, 有685个位置, 其实是已经有被发现有突变, 所以将近54个percent的位置上面 已经发现突变, 那当然在其他的protein, 比如说Me protein上面, 基本上也差不多45-57%, 这个大概没有统地上的选择差异, 但是这个nucleic capsule protein的话, 它就有比较高的突变率, 就是regarding to它的那个dolicing的位置, 薛教授, 你听得到吗? 因为时间到了, OK, OK, 好, 好, 所以我, 嗯, 那我是怎么样, 我就要赶快做个结论吗? OK, 测试 好好好, 不好意思, 因为有一些technical的一些difficulties, 那所以我可能就, 很快的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提一下, 大概三分钟, 那我们就是把那些mutation的位置放到它这个, 就是S protein的三维的结构上面, 然后从它三维的结构上面的话, 去做一个simulation, 看它对这个ACE receptor bonding之间的会不会造成影响, 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就是说目前所有那些mutation, 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它跟ACE2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从HIV里面我们又得知到就是说, 因为藉由HIV的经验, 我们可以发展multiple antibody去结合在这个, 它的那个, 就是说S protein上面, 比如说像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approach的话, 主要是朝这个方向来走, 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已经在这个antibody characterize的阶段, 然后去prioritize, 就是说有哪些antibody是已经有它的binding specificity, 跟appinity的ranking是较高的, 那所以我们预计大概在三个月到四个月之内的话, 我们会进行Live Virus的assay, 然后之后会进到clinical trial, 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在谈, 就是说human genetic variation, 那所以只是很简短的跟大家提一下, 那这个研究也是最近publish, 那它是一个中国大陆的研究, 发现就是说ACE2, human的ACE2的givation, 跟virus的infection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第一个研究, 当然研究samplesize很小, 所以有两百多的人, 所以看人家的比较多的samplesize来做一个定位,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BioBank, 那目前有两个BioBank已经做了一个GenoWire, 就全新组的一个GenoWire social analysis, 那一个是在Finnan, 用那个Finnan的BioBank, 另外一个的话是用UKBioBank, 那目前发现的话是一个在LDLRAV4的一个GIN上面, 他们发现跟virus infection有关, 那当然这还得再进一步做replication, 因为samplesize其实蛮少的, 只有515个Cases跟691个Ctrl, 那所以最后的话就是跟大家提到一下, 我们有一些UKBioBank的Effort, 那基本上的话就是说, 在Human Genetic Variation方面的话, 有这些Study已经在UKBioBank, 那希望收集到足够量的样本, 然后也可以看到说, 哪些Genetic Variation跟这个Virus infection有关, 那如果大家手机上有样本, 然后就是说希望可以参与这个研究的话, 可以跟我提供, 我们可以帮助这个GenoWirePing,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在Virus的Deconsive and Seraphutic Approach的话, 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已经在Deconsive and Seraphutic, 有哪些Neutralized Antibody在Illegal的阶段, 另外一个的话, PCR目前也在进行当中, 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大家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Education, Social Distancing跟FetMask。 好,那这是我的一个Email, 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对我刚提到的那些研究, 然后你手头上有样本, 就是说希望跟我们合作的话, 那麻烦大家可以跟我联络。 好,好。 感谢观看